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就是刚好在这一两年 那如果你刚好在市场上 就是这一两年进场 那看到这种特殊的这种黑天鹅事件 然后短时间让股市呢 接连的失守月线 季线 半年线 甚至下探年线 通常来讲心情一定会比较害怕 比较浮动 那如果你是在市场上 至少大概五年以上 甚至十年二十年的投资朋友 其实看到这种走势 大概多半已经会有一定的处理之道 因为你有经验了 我们讲虽然呢 这次是因为所谓的武汉疫情 那当然最接近的事件 就是以前的SARS 那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纯粹回到说 台股因为特定的事件 跟着国际股市一起 快速修正的情形 过去也有发生过 比如说英国脱欧的事件 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呢 川普让他选上总统之后 市场也恐慌了开杀 甚至以前有什么311的日本海啸 台湾的921大地震 还美国恐怖攻击等等 那这些事件 它算是非常标准的黑天鹅 因为黑天鹅呢 其实就是指那种 你无法预料 但是一旦发生 它会造成市场很大的动荡 所以这就是很标准的黑天鹅 因为在过春节之前 虽然呢 大陆已经开始 有一点这个武汉的 确诊的案例出现 可是呢 大家还没有把它 视为黑天鹅 反而我们看到呢 外资也好 国内的投信法人 这些法人机构 对于呢 年后的行情 第一季的行情 大家一片乐观的期待 所以发生这样一个事情之后呢 其实大家是在同一个 基准位置上 也就是说 外资也没有比你厉害 投信也没有取得优势 自营商也没有占上风 因为年初的时候 大家所做的规划 都不是呢 是针对武汉疫情来规划 因为我讲的 这是黑天鹅突发的事件 可是事情发生以后 如何来因应 这个应变之道 就跟经验有关了 所以我们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在市场的 资历不是很久 如果你的心情 会明显受到 这几天股市的波动 被影响 那我建议你 你一定要去寻求帮助 就像上个礼拜我讲的 一定要先自救 那所谓的自救就是 你现在手中能有哪些股票 不是说 不看 不听 当作没这回事 逃避 然后想说 等这个事件过后 它反弹上来再说 我跟各位讲 很多股票 将来它是会慢慢分到扬镳的 如果我们以 新春开红盘以后来讲 今天是刚好第三个交易日 跌到这边 前三天 绝大部分的股票 绝大部分 大家都是一起跌 但是之后 有些股票 它会继续破底 有些股票 它可能就停在这边 那也没什么量 然后就 一直继续混水摸鱼 晃啊晃啊晃 但是有些股票 它会出现 暴富性的反弹 所以大家知道 只要是有暴跌 必定会有 暴富性的反弹 只要是有恐慌 就必定会有 超额报酬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不会一直告诉大家 去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而是希望你先 把你的资金跟持股比重 调整到一个 你能够觉得比较安心的状态 然后预留一些资金 当然就是要危机入市 是要来利用一些 错杀股票 好好的找 危机入市的逢低买点 但是这个前提是 你要知道该 报什么股票 然后预备的现金 将来是要买什么股票 那今天台股的下跌 一来呢 上礼拜五美股大跌 二来是 延后开市的 大陆股市 今天正式的开盘出来了 那一开盘就直接跌8% 算合理 因为从其实 期货的走势 大概就可以预测 大陆差不多 开盘就是要跌这个幅度 所以这也不意外 但是呢 大家注意哦 大陆其实这一次 是非常积极的在处理 武汉疫情的蔓延 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那你千万不要小看 大陆官方的决心 甚至你绝对不要去挑战 大陆官方的执行力 这个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因为当初SARS 其实呢 前面拖了大概有两个月三个月 这一次呢 整个武汉疫情 因为有了以前的经验 所以呢 整个控制疫情 它的一个速度效率 是让全球刮目相看的 那预估有可能 在未来的一周到十天 整个疫情达到最高峰之后 就会开始趋缓 那股票市场 通常都会提早落底 所以如果你手中有一些持股 这个时候真的非常关键 因为呢 我怕你们有一些股票 因为害怕 盲虫 所以呢 乱杀杀滴 那你小心有一些滴点 你杀出去了 就买不回来了 在上个周末 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好多投资朋友 私讯卫良老师 传赖问我 大部分的言谈 都超级悲观 很多人甚至呢 把这个武汉疫情 直接就讲成呢 感觉好像世界末日要到了一样 其实这个都是因为 散户对于资讯的判读力 真的是比较薄弱一些 请容我跟你说实话 很多散户 明明情绪控制不好 资金管理的策略是不对 甚至是没有策略可言 那又偏偏喜欢呢 整天呢 看各种的新闻跟资讯 打开手机 不断有赖的最新的资讯 关于疫情的讨论 那有些呢 甚至是网络谣言 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去防疫等等的 那打开电视呢 全台湾的口罩之乱 甚至呢 这个政治人物之间 也许立场不同的口水战 政治名嘴跟艺人加入的缴获 那你每天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思已经处在一个 极为混乱的状态之下 你当然认为这是世界末日 事实上是什么 一切回归到数据 股票操作 投资要有数据 武汉疫情的蔓延扩散跟控制 跟严重性威胁性 它也是数据 这次武汉疫情的致死率 远远低过于SARS 所以说大家真的不要说 情绪管理不好 然后又去看这些 太多太多负面的消息报道 很多台湾的新闻 其实它要的就是一个收视率 不为言耸听 你们怎么会去打开电视看呢 可是我觉得这个对操作 真的没有帮助 那回到股市里面 我坚信认为 这一次也会如同SARS期间一样 股市先跌之后 必将收复跌幅 你可以把我今天 2月3号讲的这句话 牢牢的记住 我认为将来一定会收复 武汉肺炎所造成的下跌的跌幅 那过去SARS呢 在2003年2月到6月的时候 是最高峰的时期 那当时整个上镇 以及香港的恒生 以及台股 两岸三立的股市 事实上在整个疫情的期间 都没有出现 最终很大的跌幅出现 行情并没有失控 那虽然期间都一度先下修 最大跌幅 介于8到9到12% 8到9%到12% 但是最后呢 因为先跌在涨 所以到了6月份的时候 其实跌幅都已经不大了 更重要的是 在疫情结束之后的半年 上证涨了0.7 香港恒生涨了25.4 台股加权指数 则是大涨了20.9% 所以这一波 从武汉疫情一爆发 从春节过后第一天 我就跟各位讲 你的心态要做好 危机入市的准备 但是你不要断章取义 我没有叫大家天天进场买股票 那个不是聪明的做法 越没有钱的人 你越要谨慎小心地出手 但是你的心态上 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 是要找买点 是要危机入市的 那你可以先建立起 观察的名单 那危机入市 你学会这一点 你有了这个观念 再配合正确的方法 其实人的一生当中 在投资的这条路上 总会碰到几次 突发的利空黑天鹅事件 那你如果懂得危机入市 自然能够 以低风险得到高获利 那危机入市的两个关键 第一个是 很合时 记得散户前没有比外资多 不要抢得比外资早 那我上个礼拜五提到说 除了外资之外 其实台股的高低转折点 通常是取决在 政府基金的手上 外资是顺势操作者 但是高低转折点 是取决在政府基金的手上 那你说看今天的这个台股 能够留这么长的下影线 代表政府基金当然是进场了 而且今天的量又比礼拜五放大 那仅次于上个礼拜四 所以我说前面政府基金会让外资 特别是被动式基金 也就是ETF的卖压先消化 消化差不多之后 它才会出手 那所以政府基金如果进场 那这个当然对行情来说 是其中之一的正面讯号 第二个来说上个礼拜五 外资的期货 多单也是有增加的 所以说这边来讲 你要去注意 行情会不会快要接近低点 或转折点 那当然有些个股 它又会比大盘更领先转折往上 甚至还有创新高的动能 待会我们会提 那要买什么股票更重要 你懂了危机入市这个概念之后 不是进场之后随便买 不是随机挑股票 而是要多留意基本面跟筹码面 好的公司怎么下来 将来就怎么上去 就会有报复性的反弹 这个叫做基本面 那筹码面呢 大家想想 一月份以来 或者说春节过后 外资卖台股 外资卖台股 那外资卖台股的同时 它还是有针对一些个股 来做买进布局 那在这种一片恐慌 沙盘氛围当中 外资都还不离不弃 愿意买进 愿意加码的个股 这些个股 当然它很有潜力 同样的投信呢 也有不得不持股的压力 投信手中一定要有股票 所以除了一些扣除掉 也许它去买金控股 或者是高值率股票 或者电信股 那个是纯粹基于防御的立场 那如果是属于一些呢 有业绩的电子股 小型股 投信在这边 还持续的站在买方 那你要了解 这种股票也都是呢 特别的有潜力 有法人筹码当作靠山 好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大股东 那么我们举例来讲 因为大股东的筹码 每个月都会公告一次 那如果以最新的 也就是呢 12月 去年12月的资料来看 最起码 我这边列举几家公司 各位可以去对照 他们股价看看 相对都稳定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跌啦 但是相对都很稳定 包含像福茂科 彩晶 南港 那另外群联 另外顺达 这几家公司 那其中像彩晶 后面的大股东 包含华兴立华也买进 集团 那包含董事长自己也买进 个人买进 那福茂科呢 也是呢 泛台树集团 那南亚科 也去做了 持股的加码 那八一三一 福茂科呢 是做低润的封测 今天我们知道 这个记忆体的景气看好 但是有很多股票 已经涨上去了 但是相对来说 福茂科呢 时间先拉长给各位看 它位阶并不是非常高 那这波跌下来呢 你可以看到 也呈现了 非常强的抗跌力道 那最重要的一点来了 当初在12月 南亚科 加码福茂科的持股 它的成本是35.65元 你可以把它记起来 成本是35.65元 那今天福茂科 最后收在36.85元 第一点呢 35.7元 这代表什么 代表呢 现在的福茂科的成本 就是呢 当初南亚科的成本 所以你在这个 位阶点去进场的话 其实风险并不大 那另外呢 像82.99群联 董事长潘建成在12月 买了1332张 那虽然呢 它的成本就没有公告 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我们用12月 群联的走势来看 这是12月的群联 那如果我们以中间平均价位来说 大概差不多在325附近 那现在的股价呢 今天低一点301 收在322 是不是等于呢 你现在的成本 也可能非常接近 甚至比董事长的成本还要低 所以你只要懂了这个概念之后 那我想呢 维基路市 它就从原本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转化为一些具体的做法 而且是呢 能够比较安心的做法 因为你以这样子的成本 去买进这些股票 我想最后 只要你是有耐心 不是急着明天 就要呢 涨停板的话 那我相信 把手中一些弱势股票 换到正确的股票上 未来的一段时间 绝对会成为股市的大赢家 那大赢家 当然还要知道 更多的股票 跟更多的操作 那想知道吗 继续锁定我们节目 休息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远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心灵 各行各业 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 在跳动 经过比较 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前所衍生出来的 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刚才讲到其实维基路是这个观念 或者说概念 很多人觉得好像很有道理 可是真的要执行起来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做 这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把观念转化为实际上可执行的策略 那我想其中之一 就是你要买什么股票 你要想想 现在大家所面临的环境或危机 你我大股东 外资投信都是一样的 那大股东 尤其我刚才所讲 12月份大股东已经进场买进了标的 这时候股价碰到系统性风险 碰到黑天鹅事件而下跌的时候 当股价跌破大股东成本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空手的人的机会 你要觉得很开心 你要庆幸 这是你的机会 因为通常散户 在股票市场上 是根本没有办法跟大股东 比肩而战的 你可能是远远的资讯落后 股价成本比他高很多 可是现在你可以买得比较便宜 这就是机会 那我们刚才讲大股东买进 比如说呢 这个群联来讲好了 12月呢 董事长潘建成买了1332张 那我们从12月份的股价来推估 现在的股价的位置 约略呢 已经低过于整个12月的均价了 所以换句话说 这里买 我相信呢 中长线 应该是不会吃亏的啦 那除此之外呢 外资明明最近大卖台股 可是呢 它也不是对所有的股票都卖潮吧 那所以这个时候 就好比海水一退潮 看得更清楚 外资愿意在上礼拜四 在上礼拜五还愿意买进的股票 那不就是很明显的亮点吗 那我想呢 比如说 我们去统计 外资在封关前的那一周 从1月13号开始就买进 一直到上个礼拜五 春节过后的两天 持续站在买方的个股 那大家可以看到 买最多的是谁 友达 包含像旺宏 那各位看喔 友达今天的股价如何 还快要涨停板 早上就算开低 盘下也没有跌多深 而且很快就翻上来了 那如果以位阶上来看 友达突破了一个月以来的新高点 友达还创新高 所以你说股灾来了 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 就看你怎么想跟怎么做 机会其实跟风险是一样摆在眼前的 你不去调整持股 你不管股票的涨跌后市 那你当然每天生活在风险跟恐惧当中 好像世界末日 但是如果你懂得换股 或者说你说不知道怎么换没关系 但是你有这个心 你有这一份决心 你有这个企图心 我们可以给你换股的建议 我们可以甚至带着你来换股 你看事在人为不是吗 那我们刚才讲外资也大买旺宏 甚至投信也买 那大家看一看旺宏不能说它没有跌 毕竟上礼拜四也是跳空下来的 可是你从近期或波段上面来看 你觉得旺宏是不是还是很明显的 就是一档属于多方控盘的强势股 因为我们讲到 这根本其实不应该跌的个股 上个礼拜四也跟着大家撒下来 这个很快就会回去的 因为武汉是大陆的记忆体重症 也是面板的生产重症 那记忆体跟面板 原本就已经是属于景气开始 复苏往上的阶段 报价开始上扬 这一次碰到武汉的事件 如果影响到供给产出 那对于价格那个是如虎添翼的助长 所以大家因为恐慌性乱杀的时候 反而没有卖反而还加码 那我们再看投信 如果你说你喜欢中小型股 那大家看他投信 其实投信在过年前或过年后 买最多的是什么股票 是群创 其次还有像泰鼎等等 各位参考一下中美金 那这个群创呢 当然也是国内另外一档面板老虎嘛 所以你看土洋法人呢 等于有志一同都在看好面板股 只是外资压的是友达 那投信压比较多是在群创 那群创呢 今天股价也是大涨 那几乎也快要过前高了 这个现行姿态 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你看这些股票 你根本不会觉得 好像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利空 那投信呢这一波对于中美金 5483中美金几乎是只进不出 那特别在年前 封关之前就开始卡位 封关之后跌下来他买更多 各位看很清楚吧 封关前中美金是不是涨到108 投信开始买 跌下来之后呢 这几天投信买更多了 那所以就表示说 他也没有想要获利了结 继续买 跌他更是用力加码 那这不就告诉你 他就是看好后市 而且后市不是要好 一下下是好 会好一段时间 他一定是认为 即便是不管是108 还是98 距离投信心目中认为的 合理目标价 一定还有一段不小的空间 所以他才会 涨到108他也是买 跌到100以下 他更用力买 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道理 那记忆体是这一波 明显被错杀的族群 那我们看到威刚投信也持续认养 现行姿态都很高 甚至广颖今天又在大涨 还创下新高 那另外4967的实权也准备要创高 这些都是我们从1月份 过年前到过完年后 到武汉疫情的爆发 一直在帮大家追踪跟提点的 那另外我说PCB里面 也有一些个股真的是被错杀 低点不会太多了 持续好好留意观察一下连茂 另外像台光电 那我最后给大家一点提醒跟建议 如果你很想要赶快进场 那基本上我们以指数来说 很简单的一个规划 三天之内不破低 你可以先进场第一批 那就以今天的低点当作停损点 今天的低点是11138 那未来如果回到上周四的 这一根长黑的1 2以上 你可以再做加码 那如果你是比较保守谨慎投资人 当上升区四线重新站上 也就回补这个跳空缺口 大约回到1万2之上 那个就代表 整个行情的修正结束了 另外一个波段要开始 那是最后的买点 你可以依循这样子的一个 三个关键的价位点 来拟定你的分批进场策略 至于说什么股票可以留 什么股票一定要卖 什么股票跌下来 一定要全力把握危机入市的标的 那攸关会员的权益 如果你想要一起操作 欢迎加入我们的操盘团队 股市权威团队 欢迎大家 我们给大家最大的诚意 降低门槛 这是最大的回馈 把握住今天的机会 祝大家操作损心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订阅